接下来就是Z3啦 Z3比起Z1还有Z2会比较稍微更软一些 然后呢它的机球的声浪相当大一点 打球听起来非常的饱满的感觉 然后这个比较适合反所谓控制回球质量比较高的球员 在旋转方面它可以在静台制造出强烈的旋转和扑圈 而且很适合在戳球或拧球方面 可以拉出很长很好的扑线 在速度方面呢它主要是够快 而且还可以弥补力量比较小的特征 也很适合反带或通过拉下全球来进攻 在控制方面呢它的海绵处于软了 所以使得它很容易上手 控制性十足 而且在静台防球和压制都有很好的效果 总和来说呢Z3最适合的那些比较全面型的球员 在追求控制弱点时还可以保持足够的速度 进攻或防守都适合 进攻或防守都适合